接著我們來關心西班牙馬德里的異常氣候 在1月中的時間點 整個首都開始下大雪 當地的民眾也趁著這個機會 到戶外玩雪球 還有人士穿好了裝備 直接在大街上滑起雪來 是半個世紀以來難得一見的大雪場景 一來一往丟雪球 民眾玩得不亦樂乎 這有點奇怪 我們在馬德里沒有看到這麼多雪 西班牙在耶誕節之後 確診人數不斷攀升 不過首都民眾遇到半世紀以來 突如其來大雪 穿好裝備 直接在博物館前滑起雪來 當地氣象局表示 這是菲洛梅娜風暴引發的異常氣候 50個省份裡有36個省宣布大雪警示 而這場大雪帶走三人 寶貴生命千多位車主 混在雪堆當中 零下低溫雖然是喜事 但也帶來不少負面影響 人間衛視綜合報導 大雪狗 不及好 特朗 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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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